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就几行小程式 这个是Java的 就是刚刚这一行程式 那等一下的话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英里转公里 这个简单的Sample 那基本上画面大概物举类 这个上面 会有一个英里两个字 你可以放一个Label 其实就是你们可以看那个 概要这边 其实就是放一个TestView TestView拖拉到这里 有一个小的就可以了 等于是TestView当一个标签 然后再一个AdTest 那英里里面AdTest拖拉的时候 特别注意你要选的是 那个数字那一个 因为英里只能输入数字 所以名称的话就是 ETMile 字比较小一点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会多拉一个什么呢 一个TestView 这个TestView名称的话 有没有 后面有个括号 TestView 它的ID就是TVKM 就是将来转换的部分 然后会在这边秀出来 然后再加一个Button OK大概会有需要有 四个 四个元件 那第一个部分 那等一下再来看城市的部分 第一个界面 那建立的这个专案名称的话 我们叫做 我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有建 这个建一个叫做 叫CH03 这是书上的第三章 叫Mile2KM Mile2KM OK 那这个部分建立 我想前面 新建那个专案的部分 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你就照那个 step-by-step 来做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 那再来后面如果说 因为我们前面 已经有做了三 算是三个Hello World的练习 再加一个那个 刚刚有一个 那个Multi Button的练习 那 如果你们陆陆续有完成的话 你就把它 传到那个 我的一个作业区里面 那这个作业区里面 这个传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用利用那个 云端白板这边 那我刚刚已经有建立了 那云端白板的部分 请各位看一下 重整一下 这边就会有一个 在分享区里面 那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个 因为之前如果你们要 缴交作业 还需要什么 一个FTP之类的地方 可以放了 不过现在 我就直接用云端白板的 好处就是说 云端这个作业区 点击进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 Redmi 里面的话就是说 请各位自行 建立自己的做好加薪 应该都知道做好吧 然后一个SIM 然后把你们的 这个完成的那个 ZIP 专 这个专案最后是 你把压缩成ZIP 丢上来 那怎么样在这上面 去 传 因为之前 如果说 呃 这边看到的 其实只能够读啦 就是只有 读的权限 但是如果你要有 写入的权限的话 特别注意 我已经有开启了 诶 那开启 那最特别注意就是说 直接在这边 从云端硬碟中开启 假设你要上载的话 一定要怎样 从云端硬碟中开启 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 对这个不熟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 将来应该是非常好用 因为Google 现在手机 云端 跟PC 基本上都是 一串的 所以你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在作业上 不方便 所以 点击它 在云端硬碟中开启 那要怎么样 怎么样 可以建立资料夹 特别至于 进来之后的话 应该会到作业区吧 因为我用我的账号 那你作业区里面 就建立 建立一个什么呢 资料夹 资料夹 建立之后 比如说你就 座号 假设是 你打一个座号 座号加姓名 座号 然后某某某 把它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 按一个建立 不过这个部分 你放上来之后 其实也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建立 并共用 再来把你的资料夹 打开 接下来怎么样 就把它传上去 你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像我很习惯 直接就把 我们的那个 专 提 我们的那个专案里面 比如说我是放在 滴底底下的 这个 enjoy 这个资料夹 这个我的 workspace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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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话 再把它丢上去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几个方法 就是第一个是 直接拖拉放开 这个 这个 这样拖拉 我习惯上拖拉 放开就可以 它就丢上去了 或者是说怎么样 你可以从旁边 这个箭头 也可以把它传上去 那我至少要知道说 大家的那个 进度到哪里 這樣會比較可以掌控各位的進度 請各位試試看 右上角有一個在雲端硬碟中開啟 然後建立一個自己的資料夾 另外特別注意 你們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用Google瀏覽器 不要用IE瀏覽器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